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他们回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来要求多一次中介的费用 我们来台湾第一集是花很多钱大概六千多美金的 然后回国一集然后可以中介他们 可以中介他们再拿钱一集大概六千美金的 然后我们再来万三年可以赚到一点点的钱 我看过来美国外劳拿着这个是九千九万七的PETO 将近是九万块的台币 美国外劳手要拿着甚至这边 十五万八千七百九十万 我们今天光看背后那些劳工朋友手上拿的字喔 五千块钱美金 六千多块钱美金 十几万台币被谁拿走了 这些钱拿走以后 让国家背了一个黑名 这是一个不人道的国家 这是没有人权的国家 站在一个劳工的立场 我们看到外劳是这样子被剥削 有被剥削的外劳 就有被剥削的本劳 让这些外劳不会手上 再拿了十三万多 再拿十五万多 再拿了六千多块钱的美金 每次来一次被剥削一次 每次来一件就流血流一次 这样的事情在台湾继续再发生的话 这是我们国家的指路 是国家的指路 我们一共自己站出来 我们也需要台湾的本地人的雇主 一起站出来声援 我今天可以出门 就是靠我的外劳来协助我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 那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从高中请外劳请到现在 我三十岁了将近十五年的时间 我必须要换五个外劳 那为什么我必须要换五个外劳 是因为这中间也有好的 也有跟我们家里配合不错的人 但是每到三年就一定要出国 就是他一定要回家办理 我所知道的 我听到的叫做办一下手续 然后再回来 这样才可以再继续协助我 我跟我的家庭 那这个过程中 他出国的这一个月 我其实是没有其他人可以照顾我的 那你今天问说 仲介可不可以怎么帮我想办法 他说好啊 你可以花一些比较高额的费用 来支撑你这一个月 那你问政府说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助我撑过这一个月 政府也说不好意思 你已经请了外劳 所以你没有办法取得一些居家服务员 等等的这一种公共的服务 那所以我只能被迫的 我把一个好的劳工 就跟他这样说再见了 那所以每到三年 我就必须要离别一次 我们的社会跟国家 都感觉没有在支持 我这种弱势的人 需要被照顾的人 做主讲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在台湾现行的 长照的相关的配套或福利制度底下 其实同时在受苦的两群人 一群就是所谓的外劳 另外一群就是这个弱势的雇主 而现行的长照制度 并没有把残障者的需求纳入考量 所以被迫这样的雇主跟弱势的外劳 得在家里面落落相残 他们没有任何的配套 只要你申请外劳 你就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 你不能够申请所有的社会福利 没有错 我们移工团体会我们移工 没有办法像仲介这样 可以用上班时间 出来维护自己的领域 非常多人我们看到民进党上台 我们对他抱着非常大的期望 立法院里面民进党已经过半了 这条法案正式检视民进党政府 到底是不是如他在参选的时候所说的 他让台湾卖下一个更进步 卖下一个更保证人群的国家 这条法案到底在这个会期 有没有办法通过 还是像去年9月一样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在立法院里面被做掉 我们希望提醒所有的台湾 在里面的立法委员 我们希望提醒所有台湾的人 不管是雇主也好 或是台湾劳工也好 我们要去赚钱 我们要利润 我们不可以踩在 比我们弱势人的身上 而踩过他们 拿到这样的利润 给大家打开 取消 取消 值消 值消 再立法国务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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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总候 Ortben guys 贫民党 去 underwear 拿着 去 列 我就